大家好我是善桂 今天摘的飞标要用两张正方形的纸 和要将一张纸裁成四份 一共有八张小的正方形纸 就可以开始摘了 首先将一张纸角对角摘一条对角 打开把下面的纸边摘到中间的对角 纸边摘到对角 变成这样 接着将右边的纸边摘到中间 变成这样 反转 在这两点摘起 如果觉得这个位置是难摘 就可以用一些道具来帮忙 这张纸片是用筷子剪出来的 这张纸片是用筷子剪出来的 就量着两个角 这样就比较容易一些 这样就摘好一份 比如七份都是这样摘 现在可以将它们组合 小的三角形在后面 小的三角形在后面 这样我们将右边的三角形 拨开它先 接着每一份都是小的三角形在后面 拨开了这个三角形之后 就将小的三角形套进来 接着这边就沿着纸边摘到它 继续做另外的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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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处理好 接着将第一角 搭上来 套进最后的一个角 这样就完成了 接着稍微整理一下形状 接着反转 这样就将它的角 梅花间足摘下来 一个摘一个不摘 这样 接着来摘 最后一个也是套上去第一角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飞标仔 八个角都用同一颜色来接 就是这样的 好 好 好 有 好 好 好 字幕 李宗盛